中共疫情蔓延全球航空业第一线人员成为感染的高危险群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针对机组人员定出明确的指引 空服员执勤时需要佩戴防护装备 包括外科口罩、护目装备、防水隔离衣与防水手套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这样的配备跟风险区的医护人员装备已经是一样的了 防水隔离衣其实是跟防护衣不一样 它是防水材质是一片装的 然后是从后面绑袋子来固定的 国际航空两名空服员示范如何穿上防水隔离衣 由于打结处在背面需要另一位协助才能穿上 台湾指挥中心定出指引规定机组员执勤需佩戴防护装备 包括外科口罩、护目装备、防水隔离衣、防水手套 最重要的核心还是我们机组人员的保护 这样子其实已经跟我们的医护人员 基本上已经是在风险区域里面的装备是一样的了 护目镜我也拿了一个 陈时中还戴上护目镜 他表示已经由眼镜公司捐赠护目装备 预计4月1日物资会全面到位 维护空服员的局场安全 局货中心也表示未来将公布乘客守折 未来我们还会在公布乘客的守折 在上面乘客如果有不遵守相关的规定 我们会预备处罚 特别有相关的需要症状的时候 可能要把它位置再来区隔开来 然后这时候再来处理这些特别变换 那可能也要戴N95的口罩去进行 局货中心呼吁有呼吸道症状的旅客 暂缓搭机 搭机时尽量不要碰触眼鼻口 如撤后彻底用肥皱跟水清洁双手 建议旅客可以自备手套和140以上的酒精 不要随意更换座位 如果有不适症状可以告知空服员 再安排合适座位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惠谋 姜云婷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